哈喽小伙伴大家好呀 今天来教大家折一个非常精致好看的小花伞 而且还是可以自由开合的 这样看的是不是感觉很不错呢 心动不如行动 喜欢就赶紧动手做起来吧 没手的赶紧出去借一借 下面我们直接看过程 首先准备一张花里胡哨的纸 这里不要选择太软的纸 沿对角线对折之后 翻过来 沿中心在十字对折 接着像这样对折在一起 然后把这个角折向中线 这里再从里面打开斩平 接着这里再折向中线 反面也折一次 熟悉之后就可以省略了 然后这里还是从里面打开斩平 左侧再折过来 左半边呢按照之前的步骤再来一遍 剩下的都按上面的步骤折就可以了 尽可能保证每边都对齐 都折好之后 把上面的剪掉 接着再标记出如图的线条 两条竖线长5毫米 距离6毫米 两条横线长5毫米 位置中间偏上一点 然后用剪刀剪开 中心部分剪刀可能剪不齐 这里可以用小刀破一下 弄好后把它展开 需要将开口下面的这些折痕折下去 让这条折痕两边的都凸起来 然后就是循环操作 然后就把这些折痕折下去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最后折完是这个样子的 然后呢回到开头再折一个一模一样的 一笔一碗 开不开心 折好之后把中间这里按下去 再拿出前面折好的这个 将两个沿折痕对齐扣在一起 然后再把这里都折下去 建议使用胶水或双面胶固定 这样就将它们两个拼合在了一起 接着再准备一个细纸杆和两张纸条 也可以直接用纸胶带或透明胶带替换纸条 然后将其握在手中 在两个顶端各剪开一个小口 将质感从孔中穿过 用胶水和纸条将顶端固定 下面这里注意千万不要把胶水涂在质感上 不然就打不开了 最后再把下面卷一下 这样一个非常好看的折叠花伞就做好了 喜欢的话别忘了一键三连哟 好了让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